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要是持有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骑士 在12月8号前 在台北市完成普通重型机车道路安架训练课程 除了交通部公路总局补助1200元之外 台北市额外加码补助1200元 转头确认左右状况 教练骑着车 一个载前一个载后 带着5名机车新手 在马路上实地演练 有学生为了增加实际上路的经验 也有家长为了用机车载小孩 在道路安架训练课程中 有教练带领除了安心也更安全 主要是因为我有小孩 我有两个小孩 那两个都还蛮年轻的 一个小学四年级一个才5岁 那我就是平常是开车接送 但是觉得机车会更激动 所以我就很想要学怎么骑机车 所以就最近才把我驾训班 然后考上驾照 然后呢就觉得说为了小孩的安全 那因为我就是觉得路况比较难去掌握 所以我要确保说我机车至少要能转握 所以说就现在想说有这样的机会就蛮好的 可以让我多练习几趟再上路这样子 像我自己在开车 我常会觉得说机车的路径有点难预测 那我现在自己学了机车我就会比较能够有同理心 然后就会想说就是要跟他们保持一点距离 然后他们的身体是肉包铁这样子就很危险 所以就会比较就会比较有懂得说他们的心情 和他们在路上驾驶的概念这样子 想说在路上一定不会那么慢 就想说就是会有这个机会就来参加看看 对然后就是顺便练习一下油门的发动这样 因为就是本身对机车也没有那么熟悉 然后就想说来驾训班 然后试试看就是机车的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对那你自己上完现在的结业 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之后会不会比较敢上路 一定会啊 怎么说 就是因为会就是道路训练会有上路的机会 对那就是刚好也有这个机会 就可以在台湾路上骑骑看 对那未来如果真的有需要上路的话 就也会比较敢骑这样 为提升机车族安全驾驶能力 台北市率全国之先 搭配交通部公路总局办理机车道路安架训练 补足计划 额外补足1200元 希望透过费用补助增加民众参寻医院 这应该算是初期啦 那那个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说可以来加码补助的这个时候 我也一然决然就决定 台北市应该要来 对这部分来多加码 除了让我们的机车驾驶呢 它的负担减少一点 事实上真正的容易还是希望说 大家能够重视机车的汽车安全 是这个都需要多宣传 因为很多人还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管道 甚至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我想也借由今天这样的场合 给我们媒体帮我们多宣导 我想不管在学校公总 或我们市政府 我们会透过各种管道来跟家长 跟学生们去多做 这样的一个场地的训练 或是道路的训练 大家应该要珍惜这样补助的机会 那也不要拿自己的生命 在道路上再去做学习 在这边可以有充分的保障 根据统计 北市近三年 机车死伤事故平均件数为 22134件 约占整体事故79% 其中18到25岁年轻机车族群 事故人数占比约31.2%最多 推动机车驾驯 不仅违规风险降低56% 肇事风险也降低35% 广大事实上我想我们按家课程也非常丰富 也包含了整个在道路上面的一些危险状况的一些模拟 从起步然后变换车道到转弯 还有一些路口停浪 另外还有一些保持安全距离 跟大型车的一些 大概视野视角跟内轮差等等 我想我们也会带学生来做一些防疫驾驶的一些体验 那另外我们在体验过程当中 其实教练大概也会在前后监看 那如果说有一些他不良的一些驾驶行为 我想我们在中间也会停留下来做一些回馈 那也会指导他们 我想这样对于整个学生在上路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可以减低未来我们的一些上网的一些时间 因为我们工作总局在去年也经过统计 发现就经过整个机车的驾驯之后 它整个的一个违规的风险降低了56% 那招式风险降低35% 事实上有实质的一个效益 那我们在目前大概也各地区 就全国各县市的驾驯班 有的大概也有机车驾驯这样一个规划 那我想整个人量充足之后 我想这次我们工作总局会未来 会强制来实施机车驾驯 驾驯班教练表示 不少民众考到驾照后却不敢上路 或是骑车时不敢加速 课程除了增加学员实战经验 也掌握骑车要领 所以第一个我们练习绕车的目的就是 你要让这个油门你是敢加油门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车辆的这个掌握 一般来说呢 车辆在转向的时候 有些同学在这种低速啊等等 或是在转向的时候 他的手会对把手过多的出力 这时候就会造成呢 他在转弯的时候可能车子会晃动等等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些事情 那你帮我推好了 好车子呢在往前 以及呢左右倾倒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个自主转向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他现在有往前力量跟车子倾倒的时候 他的把手其实会自动的转向 所以这时候呢就会 如果有些同学对于这个不熟悉的话呢 他就会造成 车子他其实会自动转向 但他的手又去出力的话 就造成车子会成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呢练习这一个呢 他就可以知道 哦原来这个是自主转向的 就不需要对把手多余的出力 OK这是我们练习绕车的 最重要的两个的目的 第二个呢 我们要讲的就是紧急刹车 那练习紧急刹车就是要在车辆 在越短距离把车辆停下来 是我们训练的目的 因为机车它不是一个安定的交通工具 所以有可能你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呢 第一个你没办法用到它 完整的紧急刹车力量 或者是因为你操作失误 而造成车子晃动啊 或者是跌倒的情形发生 所以呢紧急刹车需要练习的 尤其是没有ABS的车款 好我们车子呢 我们先来讲一下把手的这个部分 在路上看过蛮多的用路人 在操作的时候呢 他的手手指都会放在拉杆上面 其实我不建议这么做 那为什么 你手指放在拉杆上面的话呢 第一个 你有可能你在加油门 手还是放在上面 你遇到紧急状况 你会用最快的速度按下刹车 这时候可能就会造成 边加油门边刹车的情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如果你手放在上面的话呢 如果不小心遇到坑洞 就容易 这个手呢就可以 这个把手就被弹开了 所以这时候就比较危险 所以我们正常来讲 应该是手握好 把手有需要用到刹车的时候呢 再伸出来操作刹车 好 那接下来来讲一下刹车要如何的操作好了 我们在操作刹车的时候 右边是前刹车 左边是后刹车 那前刹车的自动力会比较强 但是如果你在操作紧急刹车的时候 优先的使用前刹车 重心会往前移动 这时候呢 有可能就会跌倒 或是往前翻等等的 这些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们正确的操作呢 是要先操作后 再操作前 但是可以接近同时的操作 交通局提醒 北市开办道路安架训练计划 在大台北架训班 欢迎有驾照的新手驾驶 踊跃报名参加 记者林启会台北报道 您有去过西拉雅国家风景区吗 有先进美名的西拉雅景观区 占地广大 风景秀丽 农特产丰富 台南出身的立法委员郭国文 为了推广家乡特色物产 特别和观光局 西拉雅风管处 在立法院合办 先进西拉雅活动 展现玉井芒果冰 黄金桥麦面等产品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也到场品尝 以实际行动力挺 雨漏会主委陈吉仲 合体推荐台南玉井有名的芒果冰 为了推广家乡台南美景 及丰富的农特产品 立法文郭国文特别与观光局 西拉雅国家风景管理处方面合作 在立法院红楼广场举办 Check-in先进西拉雅活动 邀请国人 造访有先进美名的西拉雅风景区 赏美景 尝美食 买好物 南部的台山盛主要贯穿 整个台南的山区 包括南西 南华 玉井 佐镇 那边许许多多的美景美物美食 很多人都不晓得 那对很多人来说呢 其实那个就是先进 对我来说是很早以前的秘境 但是因为大家不清楚 我就特别把这一个美景美食美物 推到这个立法院来 让更多人知道 如果你来台南不一定要去旧府城区 你也到原县区的山区走一走 非常迷人 非常好吃 台山县在西拉雅地区非常长 那整条的沿线非常多的商店 还有我们的观光的业者 那也有很多的农特产品 还有伴手里 那整个风景也非常漂亮 那大家原本都只有熟知的是 观之岭的温泉跟乌山头水库 那我们希望借着这一次来到台北 来展带着观光圈的业者 来这边展出他们的达人 最拿手的这个伴手里 跟他们的农乐产品 希望能够借着这样吸引北部的好朋友 能够知道我们西拉雅 能够来一趟西拉雅的精彩的先进旅游 其中台南芒果部分 虽然今年因为雨水少 芒果的个头较小 不过产量却比往年还多 甜分也较高 因此夏天一定要到台南 品尝芒果的香甜好滋味 今年的话产量力会比较多 可是体型会变偏小 因为没有雨水 导致芒果没有长大 今年的芒果比去年更丰收 因为去年大家可能很少吃到芒果 那今年如果你要吃芒果 要吃特大碗的 比我们台北市更好吃的芒果冰呢 欢迎大家到台南玉井 那当然不止玉井 我们很多的地方都可以有这些的芒果 全台湾的芒果盛产最多的 就是在我的选区当中 玉井南西南话 还有包括佐证大内还有关田等等 其实都非常好吃 特别是艾文文旦还有土芒果等等 其实真的要吃芒果真的要来台南 而且夏天时期生产出来的水果更好吃 而芒果真正盛产的时期 在夏天就是在台南 所以一定要来台南吃芒果 台南不只是小吃好吃而已 台南有很多好吃的水果 特别是芒果 一定要来吃看看 现场吃的芒果 滋味一定不一样 除了知名的玉井芒果冰 活动现场还有不输日本滋味的黄金桥迈面 南西商圈的果农之家 梅屋天然有机梅园的特色梅子产品 及知名农场走马赖的牧草系列商品 集结五大知名希拉雅在地业者共享盛举 希拉雅国家风景管理处方面期盼 在地观光物产资源与魅力景点进行交流和窜接 展现多重玩法 让更多人有机会到南台三线 体验希拉雅有如先进般的旅游感受 一起来希拉雅玩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题外停车场车辆停放心制上路 宣布启动疏散门只出不进时 民众在四个小时内必须移车 否则车辆将会被拖掉并且裁罚 车主可以加入防讯简讯 留意台风好雨期间 疏散门的管制讯息 确保自己财产无余 台北防讯新政策 宣布启动疏散门只出不进四小时内 停在体外停车场的车主 必须紧速移车 否则车辆将会被拖掉并裁罚 往年的话 我们这个体外停车在拖车的部分 都是以疏散门关闭的这个时间点 来作为一个拖车 拖掉的这个时间点 那因为我们市长 讲市长这边有强调就是 料敌重宽 欲敌重严的这个部分 所以从今年开始 就是在就是疏散门只出不进四小时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来进行这个拖掉 那如果说不拖掉 就是如果不移车的部分 会有什么样的罚则 那依照这个水地处所公布的这个 本市河滨公园车辆 停放禁止及限制事项 还有平时或台风超道 也就是违规行车是处罚原则 就是说当我们宣布只出不进四小时之后 如果没有还遗留在现场的部分 那就会依照这个 位移车不会会有罚管 就是大型车是4,800 小型车的话是2,400 那机车的话是1,800 那如果有被脱掉的部分 另外还要再加收这个一致保管费 那以小型车来讲的话 一致费是900 那保管费的话是半天的话是100 那另外在这个公告里面也有提到 就是说如果车辆没有撤离的部分 那它的损害必须由车辆的这个所有人来自行负责 那民众呢 他要如何去得知这个疏散门管制的一个状况 那目前市府这边有提供几个管道 第一个就是水利处的这个 链链水利台北水利这个LINE的东方帐号 那第二个就是由消防局这边 他们所设置的这个台北行动防灾APP 那第三个就是由我们停管处 这边来提供的就是防讯减讯通知服务 那这项服务是属于免费的这个部分 那如何去登陆这个防讯减讯通知呢 那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步骤就是必须先到我们停管处的 停车查询一站式服务网 这边来完成认证 那完成认证之后呢 那首先就是去登陆 登陆完之后到这个车主专区 那选这个车主修改 那就会进到这个画面 那再去选定这个绑定车辆 然后新增车辆的部分 那最后就来勾选择这个车种 然后输入车牌号码 那以及这个服务通知这边 去勾选这个防讯通知服务的部分 那这样就会登陆完成 那登陆完成之后呢 只要是后续 就是书上门这边有任何管制措施的话 停管处这边就会发送这个简讯的一个部分 那简讯的部分 今年另外一个新的措施就是我们这个简讯呢 有一个请民众在确认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当您收到这个简讯 去点选这个确认的网址 那表示说你有收到 那要是没有收到的话呢 就是我们会在15分钟之后 会针对这些没有确认 点击确认的这些民众呢 我们会再发第二次的一个简讯通知 那这个 因为我们就是停管处这边有发送 是用市府的一个防讯门号 那民众可以注意就是后面的这个四个 不管是哪一家电信业组 最后四个号码都是1999 这个部分因为避免民众会认为是诈骗的电话 那所以说我们就是不管是哪一个门号 后面都是1999 当然民众如果对于这些简讯有疑虑 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一个服务专线 来做一个确认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民众有收到这个简讯 就是点击确认 那如果车子确实停在题外的话 那就请尽速去移车 我们会极尽所有的管道来做通知 包含你刚刚讲的说 开记者会做红布条 做QR Code 放这个夹单 会夹在所有的这个题外的车辆上面 我们深次连彩绘墙都去画了 那是很大的彩绘墙 那各位可以如果可以看一下 是2公尺乘6公尺是一个大型的彩绘 就是我们要想尽办法让民众知道 你今年这个只出不进4个小时 要开始自救 我们如果说戒时 我们还是会脱掉 但是量这么大民众 我刚刚提醒 你们被塞外面下雨要记得收尽 城市庭外提外 已经告诉你 谁会来 要把他当成民事会来 去年就是大家觉得 他不会进 那就好 所以我们再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会希望做到 善尽提醒 但是请民众也要注意这个讯息 所以刚刚提到说 只要只出不进 周边洪光线开放停车 路边收备 那个划定区域的路边停车收备 也是比较暂停收备 所以就是把这个空间清出来 让提外的车辆能够出来 我们也知道说民众实在不得已要停到提外 但是在这种天极专气候之下 既然这样的一个 这个料理从宽的话 我们以后市政府宣布的话 我们会开放这个政策 把这车辆移出来 大家有空间可以点 所以希望各位媒体能够帮我们 多加宣打 交通局局长陈宏敏也再次呼吁 车主也有义务跟责任 保管自己车辆 不能只靠政府移车 如车辆因此产生损坏 需自行负责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 台北市松山区公所和玉达高中 共同举办新移民指甲彩绘班 课程内容丰富 获得热烈回响 在老师耐心指导下 最后一堂的成果发表会上 新移民都能够彩绘出 属于自己特色的假片作品 同时搭配母国的传统服饰 和现场同学互相进行各国的文化交流 相当有意义 新移民学员穿上印尼 马来西亚等原属国传统服饰 分享当地文化 并介绍课程中彩绘的美甲作品 松山区公所举办新移民 指甲彩绘班 吸引来自中国缅甸 泰国印尼 越南 马来西亚等国家 新移民报名参加 在玉达高中时尚造型科 陈兰梅老师的指导下 不只可以学习到完整的指甲彩绘基础 还可以认识新朋友 学员们都收获满满 今天穿的这一件 有没有人猜到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图案呢 是对的 所以呢 我今天也 指甲也配合了我的衣服 画了这一个图案 其实 这个传统图案啊 它是在画什么 其实我也看不懂 不然这一件事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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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模仿了它画了一些 所以就画成这个样子了 呃 谢谢老师的教导 也很开心参加这个美甲 也是我第一次的体验 这个鸟就是在我的衣服上面的鸟 这个鸟就是在我的衣服上面的鸟 跟衣服是一样的 哇 哇 很厉害 我们这个服装是印尼的 后来今天我们是学那个指甲的 所以我就是指甲才会 所以搭配我们这个颜色 跟这个指甲的颜色 哦 所以每一个像这个 也是印尼传统的服饰 哦 叫做格巴亚 哇 格巴亚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这个格巴亚 这个 这个是辣的 辣的 辣的 所以都是不同的 但都是传统服饰 对 就是你们怎么会想要报名 这一次的课程 哦 因为女生都很暧昧 那我非常像我的好了 好 因为 我女儿她今年就是刚好出社会在工作嘛 然后她就有去做这个美甲 做一次就 我就问她 我说 你说你做一次多少钱 然后她说 1200多 我听到 简直是惊呆了 因为我完全没有关注过 也没有接触过 也没有关心过 她的价钱是多差 结果 我听我女儿那样讲之后 我听到 你怎么舍得 啊 那么多钱 没听到一个美甲 要1000多块 然后 然后 就刚好中三期工作 有这个课程 美甲的课程 所以我就 赶紧把她来报名的 就是我来上市看看 就是了解一下 结果我上门之后 我发现她需要的工具好多哦 也需要很多的耐心 也需要很多的创意 真的 我觉得是说 那个钱 也是需要这么多钱的 真的 所以 了解比较好 我也是第一次 就到这个课程 也是第一次接触美甲 然后 然后让我真的 大开眼睛 我觉得说 老师一直上课说 买甲的 就是很深 水很深 真的 就很难想象 会用到那么多材料 我都觉得说 真的就是 钱都快 就觉得说 但是钱都快 也不好抓 也不好抓 对 由于课程规划内容丰富 结业适中 总共有16位学员 获得全勤奖殊荣 松山区区长 游竹萍表示 对于学员的用心打扮 与准备感到相当惊喜 也佩服学员们 在指甲彩绘上的创意 与学习的用心 由于接下来 即将进入台风季节 现场也特别邀请防灾事 向大家进行防灾宣导 这么漂亮的指甲呢 让大家统温张新娘的感觉 那在这个节之前呢 我是没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今天是我们节室 那因为下个礼拜好像有台风 所以呢 我们特别邀请公所的这个防灾室 来跟大家做个这个防灾的宣导 那也希望呢 大家因为其实都是家里面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份子 所以呢 这个有像一些这个防灾的观念啊 那我们还有一些市政党 比较重要的 包括一些交通局 拜托我们 有些交通安全的一些想法 也要拜托大家 也成为我们公所的这个 很厉害的这个防灾的种子 那之后呢 有任何的这个防灾的宣导 也要拜托大家 帮我们一起做这个 相关的一个执行跟落实 区长游竹萍表示 松山区公所每年都会规划 不同主题的新移民课程 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松山风情 松山区公所 脸书粉砖上的最新活动 与课程讯息 松山区新移民自家产会班 课产圆满完成 大家开不开心 开心 在 在 记者领期会以台北报道 一份爱一份快乐 就能够让弱势长辈感受无比温暖 中国人文生命科学永续发展协会 关注到社会人口高龄化的问题 在社区推动独居长者送餐活动 炮砖引玉 希望号召更多团体响应付出 社区长辈齐聚一堂 有的来这儿做健康检查 有的排队来领餐盒 这是中国人文生命科学永续发展协会 在今年公园园艺展览馆前广场 举办的送餐活动 透过关怀让弱势长者感受社会温暖 那今天呢我们与万华的这个滕云礼 中贞礼以及林小礼 三个礼的礼长一起来合办 这个一份爱一份快乐的 关怀弱势长者送餐活动 会有这个活动的缘起呢 其实是协会的创办人 与万卫老师 从协会成立以来就鼓励协会的志工要多做这些所谓的弱势关怀 那因此我们近几年也致力于独居老人的活动推动上面 那特别我们在做独居老人的推动上 也跟腾云礼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合作 那因此促进了今天的这个冲餐活动 然后做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活动 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说独居老人的相关的议题的部分 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活动的缘起 因为他这个协会之前有找到我们三个礼嘛 忠贞 腾云 然后还有我们那个林霄礼 那这三个礼就是我们民进团队的议员 然后他说希望跟我们这些这三个礼合作 所以找到我们当指导单位 然后透过这些活动来传播爱 然后让生命的生命发光 然后发挥正能量 当天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内容 除了500份便当还有养生气功教学 意见 赠品发送等 关怀长者们的生活起居与健康 我们其实虽然说我们是一个长者的送餐活动 但是我们在整个摊位设计上面的话 除了说有忠贞礼 腾云礼 跟林霄礼这几个送餐的摊位 那我们现场也有准备了 协会的志工会来带一个 具有生命力活动力的养生气功教学 希望透过这些活动呢 可以让独居长者们的身体 也可以获得健康 那同时呢 我们也邀请美法师 在现场也会有疫检的活动 以及我们协会的志工的成员呢 也有医生的资格 那他们现场的 有一个医护的一个卫教区 那有些长辈 可能身体上有些 怎么样的疾病 都可以来做个洽谈咨询 那最后呢 在整个活动当中 其实我们也准备了三十题的 趣味有奖的这个互动问答 希望说透过这些活动 可以让来参加的长辈呢 心里也获得这个开心 充满一个爱跟温馨的一整天 我们广华区喔 现在有百分之二十二十六五岁以上 事实上是个老年化蛮严重的地区 那未来我们可能会 透过关怀据点的测试 来扩大 那第二部分就是 由里长提出 营养咨询站的部分 那在里半我们提供 跟健康中心合作 提供咨询服务 那老人家 他可以在饮食方面能够注意 然后活动方面也能够加强 也就是说管住嘴啦 卖开腿 这样身体就会健康 协会志工固定每周送餐给长辈们 也透过这项活动 期盼抛砖引玉 未来结合更多里区 甚至县市 传递爱与快乐 记者温馨君采访报导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 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 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 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因为喜欢钓鱼从事科技业数十年的莱小峰 多年前开始在泰国投入养殖业 成功养殖出由海鲁鱼界LV称号的黄金海鲁鱼 身为基隆女婿还特别以主厨料理的海鲁鱼顶级便当 慰绕疫情期间辛苦守护基隆的第一线消防人员 渔网里活蹦乱跳的海鲁鱼呈现出健康的金黄色光泽 这是Emeron国际食品公司董事长莱小峰 在泰国海边的鲁鱼养殖场 从科技人转型当其养殖渔夫 莱小峰直言真的很辛苦 甚至一开始连家人亲友都不看好 太辛苦了 说实在话真的太辛苦 我们以前在做电子业 东西坏了修一修就修好了 鱼死了怎么样也救不了 所以刚开始其实损失是很大的 然后不断的尝试 尝试再慢慢去找出一个平衡的方法 秉持科技人不服输勇于尝试的精神 莱小峰以益生菌及照氧照浪等自然养殖创新方式 终于成功养殖出由海鲁鱼借LV称号的黄金海鲁鱼 我们在水的处理在鱼的消毒过程 我们是用比较物理的方式 例如用臭氧 我们有臭氧产生机 我们的一些消毒水 是用食盐水去电解 把氯分离出来 所以我们走物理的 而不是走化学的 在食品安全上比较注重 再一个就是我们很密集的 能够去照氧照浪 让鱼有个很好的环境 让鱼能够24小时在运动 所以它的肉质会更鲜美 第二个就是跟统一配合 因为它的飼料的蛋白质特别好 鱼养出来特别的鲜甜 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特别去注重一些自然环境生态的培养 让鱼能够尽量在原生态去生长 这个就是我们养出一个好鱼的一个主要的关键 曾经拿自家鱼到泰国市场贩卖的 Avaron国际食品公司执行副总来研博 特别强调使用益生菌的好处 益生菌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说我们是生物共存的问题 就是生物共存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用到多余的化学药剂 那生物共存以后 鱼就可以达到最健康最完美最安心的食品安归等级 与莱小峰合作的统一集团水产飼料事业部 负责人刘海华也佩服莱小峰父子的坚持 终于成功养出适合消费者口感与味道的海鲁鱼 因为它是用天然的这个方式 这个就是说生态方式去做养殖的 那所以说整个一个在肉质啊 还有它的橙色啊 口感方面都是会比较接近这个野生鱼的口感 除了以冰线空运方式将黄金海鲁鱼引进台湾 来小峰父子更规划 未来能透过冷冻模式 让国人不只在饭店餐厅 在家也能享受海鲁鱼新鲜美味 我们配合的冷冻厂加工 全部都有一些食品认证安规 都是已经达到可以出口到欧美等级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后面如果在未来 我们可以做到一些冷冻加工的话 那其实事实上一些包装啊 或者是一些客制化的一些方式 不管是整条鱼的或飞利或切成切片的 等等的方式我们都可以进行推广 金融市消费局站不站 加油 事业有成外身为金融女婿的莱小峰 也透过投入一销宣传20多年的 苏越社区理事长的大一子吕秋千协助 以这次发表会上 清政主厨烹瓢的海螺鱼料理店当 慰绕在疫情期间辛苦守护市民健康的 金融市消防局第一线人员辛劳 我的老婆这边的娘家在基隆 那我的大姐她们跟这些 环保局消防局她们的关系不错 所以想借这一次有好的 CELAVI的这个主厨做的好食物 能够分享给她们 为了感谢我们消防人员 在疫情期间的辛劳 特别捐赠了30份的黄金 如鱼的便当给我们消防弟兄享用 在这里我们感谢来董事长 从精密科技的电子业 跨入完全不同领域的养殖业 在异乡打拼数十年的来小峰期盼 这位汇聚她无数心血的黄金海鲁鱼 让国人也能品尝到来自泰国的顶级美味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中家宽平攜手台大新闻研究所 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 针对假消息认知和便是做调查 发现假消息散布的情形 比起去年仍然严重 有高达八成多的民众 最近都有收到假消息 幸好民众使用查核方式比率提升 养成媒体试读的好习惯 国内假消息散布情形严重吗 根据台大新闻研究所团队 结合网路与电话混合调查 有高达83%的民众 表示一年内有收到假消息高于去年 有超过一半民众认为是媒体工作者 政治人物与境外势力在散布假消息 而当怀疑是假讯息时 民众自行查核的比例提升了 我想今年有几个很重要的现象 第一个是我们发现说 从民众的感知里面 他们发现假讯息散布在生活周到的情况 是越来越严重的 那另外一个是说可惜的现象是 民众他们会对于假讯息 会透过各种方式去查核 确认真假的比例 也比去年高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第一个 所以可以看到的比较的数据 那第二个是我们当然非常关切的是说 那台湾有非常多的机构在做事实查核的努力 那这些事实查核的努力有没有效果 那我们的调查结果也发现说还蛮不错的 就是民众对于事实查核组织的认识 跟使用他们的查核报告的比例是增加的 那我们在做这么多的假讯息的防治努力的同时 怎么样可以去面对这一些群众 如何能够让现在平台上的资讯是可以有助于我们的民主的品质 而且是可以降低社会对立 那我认为这个是关心假讯息议题的各方人士都可以依据这个结果 好好再去思考然后去想方设法就是下一步我们要做这个假讯息的因应该如何做 那民众会去做这种假新闻防毒或者是这种事实查核的现象 其实在那种类似像说就是高中子以下的这个教育程度的族群 或者是像一些老人的族群或者是中年的族群 其实他们这种会去做这种事实查核和那种这种假讯息防毒的比例是提高的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啦 我自己在这样子的东西里面是认为说 其实透过这一两年努力啊 这种媒体素养确实是逐渐有在提高的这样子 有趣的是一般民众对于生活健康的假新闻 大家都会接受且认定是错的讯息 但政治性的假新闻民众却不一定这么认为 就是说一般民众对于那个生活健康的假新闻 那那个事实查核中心的那查核效果是非常好的 几乎是大部分人都会接受这样的一个讯息 而且是很快的就认定说这个是错误的一个讯息 但是对于那个政治性的假新闻 那这个更正的效果查核的效果 它就会受到政党倾向的一个限制 那比如说这个假新闻如果是攻击民进党的假新闻 那对于对于那个国民党的支持者 泛男的支持者他就非常就是说容易接受这个假新闻 即使是你给他更正了也没有任何的效果 那同样的那如果说这是属于攻击国民党的一个假新闻 那那个对于民进党的支持者泛女的支持者 他很快就会相信这个是假新闻是真的 而且你给他那个更正的讯息他也不会接受 那所以说这个是查核的效果 他会依照这是政治事件还是非政治事件 另外还要依照说这个是攻击的对象是针对谁 那那个这个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查核效果 中家宽平占助此项调查与结果呈现 透过假消息认知辨识 对事实查核的认知效果与假消息责任与对策 五大面向来探讨 整体而言超过六成民众认为政府科技公司 应该限制假讯息在网路流传 即便可能损害人民言论自由也应该做出防范 一般人会认为别人比较容易受影响 我比较不容易受影响 那这件事情就会值得我们回过来反过来想一想 当我看到媒体甚至说不同党 我认为说可能这些媒体 然后一般人会觉得说 这个媒体可能是哪一党的 这个媒体可能是哪一党的 都是在为哪一党说话 那我觉得在这样的第三人效应 在第三人效应的那种传播效果下 这种传播现象底下 其实我们都要去想一想说 当我们认为说别人比较容易受影响 或者是说这种媒体 媒体其实好像是在偏颇某一个党派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想一想说 我们自己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位置上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种 这种的我们自己对一些讯息的想法 是不是有所偏颇 今年针对假讯息的问责 还有法规政策部分也加了几个新的提项 那延续去年就是民众也认为说 政府啊平台还有传播媒体 应该要对假讯息的传播负最大的责任 那在这个同时呢 民众也支持说政府应该要立法要求平台自律 然后呢也应该要求平台对演算法要做这个透明化的揭露 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承也出席论坛 表示从调查中看到民众对立法管制假讯息有高度期待 但立法是一个复杂议题 台大法律室教授苏惠杰指出 用法律对讯息管制可能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要求公民更积极 另一个是容许政府更积极的介入 但产生争议时就会产生政府钳制言论的疑虑 不同价值预设的取舍是两难的状况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希望之秋最后一块拼图 总经费7100多万元的 中正公园天鹅洞周边环境改善计划工程 获得中央核定 内政部长林佑昌特别到现场宣布这项好消息 如果一切顺利最快今年8月发包 113年年底完工 林佑昌期盼中央和地方一起合作 让基隆变得更好 小时候都在这边写生 然后都是往这个地方写生 在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立法人蔡世英及多位市议员陪同下 内政部长林佑昌到中正公园天鹅洞视察 同时宣布希望之秋的最后一块拼图 中正公园天鹅洞环境营造计划 已经获内政部核定补助5500万元 预计8月发包动工 最快113年年底完工 我在担任市长的时候 我们地方上很多的民众 包括我们的议员 还有包括我们蔡世英委员 一直在希望能够加速跟争取 那今天很高兴 这个计划能够顺利来核定 那总经费是7100多万 那中央补助5500多万 那希望能够在今年的8月份 能够顺利的来发包动工 那预计可以在113年的年底 希望能够如指如期的一个完成 我想这个中央跟地方 大家一起合作 让基隆能够变得更好 副市长邱佩玲非常开心 林部长兑现林市长的承诺 希望中央地方一条心 让基隆更好 这也是基市府新团队的心愿 林部长说他来兑现林市长的证件 很开心 因为我来了基隆 也发现基隆的确很需要中央的协助 听到不管是委员 听到市长 中央地方一起一条心 大家让基隆变更好 这是我们新团队的心愿 也很感谢林部长 谢谢 积极争取中央经费支持的立法院蔡世英 也期盼金融市政府 能紧速完成后续规划发包 让攸关城市改造的工程 能够如期如值完成 除了这个案子之外 其实这一次中央在城乡新封案子 总共补助基隆大约1亿5千万左右 那对于基隆市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做一个立委 就是要扮演好中央跟地方的桥梁 那未来中央补出款拨到地方之后 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基隆市政府这边 后续的相关规划发包 我们一个尽速来办理 那我相信民众都很期待 城市的改变跟进步 那我相信包括市印 包括我们议员 包括市政府这边 大家都会期待 中央跟地方持续来合作 那把相关基隆市城市改造的相关 中央对地方案子 把它如期如值的完成 除了感谢林部长 对天鹅洞周边环境改善工程的支持 多位市议员 与当地里长也提出建议 我们也希望就是保留这个旧文人的一些末保 然后再保留绿地之余 还要保留这些运动的空间 如果说可以呈现出我们的书法制度 以及我们基隆的书法各个大师大家的作品 我相信这个未来一定是基隆的最大的亮点 这一件事情在基隆市议会的里面 我们是乐观其成 也希望接下来我们的谢市长 能够加速推动这样的一个工程 让我们的市民能早日使用到这样的一个空间 基隆市有山有海 包括这几年我们的邮轮也开放了 那之后我们这个希望之秋 会有更多更多的观光人潮 来这边运动走走看看 林部长还有我们蔡委员 还有我们谢市长共同努力 来争取经费 建设我们基隆中正公园的希望之秋 那也希望部长呢 能多多替基隆争取经费 规划好以后弄好以后呢 市政府有些活动要今天办到这里 让大家知道这里重新弄好了 因为这里有地层滑动跟水土保持的问题 那我们如何一步一步把它做好 这是我们大家要一起努力的 中正公园天鹅洞环境优美 生态丰富 还有台湾第一文学步道 与造型各异的亭台楼阁 凉亭与阶梯实柱 还有余佑任等书法名家的莫保遗迹 未来周边环境改善完成后 有望吸引更多游客造访 成为基隆兼具自然美景 与人文风光的观光新亮点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 台北市信义区重德街 六十项天坑事件引发各界关注 里内同时有七大工地正在施工的 南港区西新里长胡佳阳感受最深 期盼能够彻底清查之外 也呼吁北市府应该将工地地址 专探等相关讯息上网公告 提高检验标准才能降低 类似灾害发生的几率 工地内工程人员正操作的大型机具 如火如荼进行施工 像这样的大型建案 在台北市南港区西新里内 竟然有高达七处 密度相当高 在信义区重德街六十项 因为临近建筑工地造成天坑意外后 大型工地林立的新西里民更加忧心 我们西新里呢 几乎百分之九十都是工业用地 所以这次南港产专区的计划之上呢 我们里内目前已经动工的就有七大建案 七大工地 那如果再算上未来呢 即将要动工的一个都更案的话 我们里内一个小小里 可能就会有十个以上的工地 同步在开工跟进行 所以事实上也很多里民也会很担心 我们小小的一个里有这么多的一个工地 会不会有类似的问题发生 那我身为里长其实也是非常的担忧 虽然台北市长角万安已经下令一周内 彻查全市一百零二处工地 不过胡佳阳认为应该把工地地址 钻碳的检测标准提高 同时把相关资讯公告 让地方能够充分了解 变成是说你碳钻的一个结果呢 是不是应该要能够公开上网 让我们至少能够让里长可以掌握到 我们每一个建案 它的地址 你的碳钻结果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就目前为止呢 探钻结果是怎样 我们里长这边是没有收到 一些相关的讯息的 那毕竟呢 你在整个都根处或是都发局呢 你的一些送神的标准 这些建商大部分也都会以所谓的 达标就好了的一种低标 过关的一种心态 所以我觉得呢 相关的一个检验的一个标准呢 应该也要适度的提高 才能够增加我们的安全性 至于新一区天坑后续 台北市长蒋安 5月15号在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时表示 巨大坑洞已经填平 5月15号先恢复行人通行 并要求厂商加强周遭领防的安全监测 提高观测频率 一定要经过专业检测 确认环境安全无余 住户才能安全回家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 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议会针对台北市重大工程进度 进行专案报告其中新建社会住宅部分 民众党团认为市政府报告中用租金补贴包租贷款方式 要补足22468户的社会住宅 试图榆木混租 把新建跟补贴观念混为一谈 更拒绝签下持续新建社会住宅承诺书 民众党团批评蒋万安市长不该选前承诺选后归缩 那今天呢我们本党团希望能够代表所有 有这个社材需求的这个广大的市民朋友们 请求您签署持续新建社会住宅的承诺书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选前承诺 推动社会住宅的方向不变 所以我们具体的请求一 持续完成柯文哲市长内面以规划 预计新建的社会住宅 二 以5万户为目标 持续盘点整合社会住宅的基地 提出新办社宅的具体目标与政策 并将EOD TOD纳入多元取得社宅方案 民众党团四位议员拿着持续新建社会住宅承诺书 要市长蒋万安签署 蒋万安表示先收下就是不愿签署 让议员认为蒋万安不该选前承诺选后归缩 不是市长这个承诺跟你原本 在市政报告书上面的方向跟你刚刚在我们被选的时候 的答案是一样的 那我们希望说至少不要用这个含糊的数字带过 也能够给我们市民确切的承诺 这件事情应该不困难 好那张市长那你真的没有办法签署 你对我们的承诺没有关系 那我们现在在这边就要直接说 选前承诺选后归缩 选前承诺选后归缩 民众党团总召黄敬寅表示 蒋万安除了接续柯文哲市长任内的计划 也希望能够创造属于蒋市府团队的规划 应该要清楚跟市民朋友报告 简报档案中的7000户潜力户在哪里 市长你的一个社宅在两份报告里面各自表述 在两份报告里面一个是文字党 一个是简报党 专案报告的全文文字党里面 在里面写了一大堆 一百一十二年到一百一十五年 预计开工完工跟入住的社会住宅 全部都是客市长任内的数量 第二点里面还写到 台北市大型公有土地资源珍规 而且稀少难寻 看起来就好像告诉我说 社会住宅不能盖了 但是你的简报档里面凭空出现了7000户 下一页 市长你对社会住宅到底有没有规划 第一我们新鲜社会主义的脚步不会停下 我再次强调 第二现实的状况的确在经历前任市府 从好市长到柯市长都积极盘点工有的土地资源 也的确在柯市长两任盖了4000多户 而且规划中施工中其实有10332户 那现在到我们这一任 我们也会持续这个脚步 所以预估我们在第一任 大概可以开工2000多户完工7000多户 这当然都是历任市府努力奠基的成果 是 我知道市长 社会住宅是一个延续性的政策 我相信你也应该要持续 然后你今天在这边也承诺了 持续兴建社会住宅是你的承诺之一 我相信4年之后我们再重新检讨 你的这7000户到底在哪里 市长你想用租金补贴跟包租代管 来含糊代过这7000户 你知道这里面租屋黑市的问题 要怎么解决吗 时间在哪里 市长 因为刚提到不管是中长期 我们第一个现在阶段积极的盘点 第二 其实我们预估在这一任内 至少我们在可运用的量能 我们希望能够有2000多户开工 然后有7000多户能够完工 好 市长我跟你说 社会住宅提供的保障 绝对比租金补贴还要高 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要持续做的 下一页 进一步说明EOD的政策 包含刚刚局长有讲到的 预计的工作期程跟取得的户数 这是我要提醒市长的 这应该要先稍微来想一下 协调整合局处的团队是否已经成型 还有预算的编列是不是已经足够 这都是接下来蒋市长你应该要来思考的 下一页 市长你在今年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你说回避问题就永远无法解决问题 社会住宅就是你不可回避的问题 下一页 最后送市长一句话 市长也很喜欢唱歌 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 所以社会住宅应该是你现在就要面对的问题 他今天在这个简报档中凭空深处的7000户 我们很希望蒋市长可以专案报告来跟市民 努力的来承诺 或者是清楚的明列告诉大家 这6000户加上1000户的公伴读根 到底要盖在哪里 不过蒋市长今天拒签承诺书 民众党团还是表达非常遗憾 希望社会住宅的政策不要掉放 民众党团干事长陈又诚表示 承诺书内容都是讲完过去给社会大众的承诺 也明确了解承诺书内容跟蒋市长的立场一样 却因为承诺书中龟缩两字迟迟不敢签 实在非常矛盾 我们今天其实要求市长签的承诺书内容 大家从这个文字上面看起来 其实就是他过去对于广大市民 还有对于不管是住都盟 还有所有市民朋友的期待 那他今天完全不敢签 我们其实也觉得很无疑 我们也再三的在一场上面提醒他 可以让他double check 甚至可以确认很多次 那他也仔细知道说你的内容是一样 但他一直很在意就是归缩两个字 那其实很矛盾 因为您签了就一点都不归缩 我们只是希望说 不要在这个国民党在台北市议会 跟台北市府全面执政的状况下 摒弃过去自己承诺的政见 甚至今天的西签户 有一种先射箭再画把的这种疑虑 所以还是希望讲师不要硬起来 我们这个题目在总职群 你一样还是会继续为他追踪 因为我们是有看到一些 国民党的市议员已经有做了一些说法 看起来听起来好像对 新建社会住宅 有不一样的一个看法跟意见 所以我们就很担心 这会不会是一个缩帖 作为他未来 这个政见跳票的一个背书 所以我们其实为了这个 我们也希望说讲师长能够 清签下这个承诺书 代表他真心诚意的想要继续 新建我们的社会住宅 要达到5%才能达到抑制房价效果 蔣市府用包租代管租金补贴方式 根本就是打脸自己的承诺 民众党团也会持续监督 蔣市府对社会住宅的新建进度 以及规划 记者李希会台北报导 疫情解封后 各地观光人潮逐渐回流 为了因应即将到来的端午节 连续假期 以及暑假旅游旺季 在立法委员蔡适应出面协调下 军方已经同意出借基隆港东岸的威海营区 提供基隆市政府作为假日临时停车场使用 预计可以超过300个停车位 配合军港西迁 位于基隆港东岸 属于131舰队的威海营区 大部分银舍已经拆除完毕 由于基隆市中心区 近几次的假日都涌入大量车潮 却因为停车位不足出现大塞车的状况 因应即将到来的端午节 连续假期及后续的暑假旅游旺季 立法委蔡适应特别邀请军方 与基隆市政府方面会开协调 确定提供这块空地 给基隆市政府作为假日临时停车场使用 请的结束 公关旅游的风气越来越盛了 那我想基隆过去长期以来 过去这几年我们推动的很多观望经济 建置之后 每逢假日有许多观望客来到基隆旅游 也因此 增辟基隆的停车场是刻不容缓的 那之前其实 市应在推动军港欠业案的过程当中 我背后这块土地就是过去的渭海营区 当时就想说未来交由港公司来做或许的开发嘛 那只是按照时程来讲应该到明年 那市应也了解到基隆市市民 以及观望客的需求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军方 还有基隆市政府 来到这个地方协调 能不能暂时性的就先提供 作为假日跟尖峰时间旅客的需求停车需要 那刚才的结论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未来规划完 这个停300多个车位 那从我们的端午年假开始 端午年假开始 由市政府来规划 提供作为民众的旅客的停车场 那以及在暑假期间的每一个 礼拜六跟礼拜日 也都提供作为这个民众的停车场 据要解这块空地大约可提供 约300个停车位 基隆市政府计划采取接驳车方式 增加游客到这里停车的意愿 更加规划游览车停车区 希望有效疏解假日期间 基隆市区的庞大车流 提升既有旅游服务品质 目前以短期来说 会希望朝开放的免费的停车空间来做使用 那在冬午节的前夕市府 这边会做一些完整的配套规划 那包含可能会有一些接驳车的导引 跟接驳的部分 也会来这边做个处理 那因为主要这块空地的部分 目前还是由军方来做管辖 那相关的使用商部分 还是要配合军方这边的做管制 以及使用 那未来也不排除 可以停放游览车的部分 来供这个市区的停车 能够有更多的供给 能够给市区停放 记者张继藤 季游报道 感谢您收看《众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